我們在部落 如果沒有告訴部落這個大難兵也被下台 要 先投票市長的請去找 要 全不得投票 但是今天獻子不給我們的是什麼 抗議 捍衛佳援 季節無人 今天的陳情跟抗爭 傳傳給我們的後輩 所以 我想很清楚地告訴縣政府 我想縣政府很明明 特別是我們縣長副縣長 如果你不回答我們的問題 如果你不馬上停工 把這些大污染完全停止 我告訴縣長 我們可以所有人告訴縣長 回年紀的時候 縣長很喜歡到各個的部落 對不對 我們的旗子要不要跟著 要不要 要不要 要 要 我們這次來這邊宣服這邊來抗議 是要捍衛我們自己馬佛部落 還有我們光復鄉 拘捍 拘捕 拘捕 太拔人 這些周遭的居民 現在是苦風的沒有 暫停的 現在這個養牛又來了 你說我們現在怎麼辦 我有問過那個老闆 我有問過那個老闆 他跟我講 這個是這個 我是合法的申請 我沒有必要跟你們談 我說你尊重我們部落嗎 對不對 你保持那什麼心態 已經是被人家趕出去 跑到我們這個部落裡面 謝謝 大的欺負小的 小的跟欺負跟弱勢的 你說這樣對嗎 在後面一直聽我們講話 待會兒我們就會請他下來 要遷移到我們馬佛 我們太拔老養殖 養牛場 一千兩百頭 你說一千兩百頭 第二個 一隻牛一天要放15公斤的糞便 一千兩百頭 他一定要放多少的糞便 十二萬 串丁 那怎麼處理 請我們太拔老馬太安的鄉親 來吸收 昨天我們那麼好阿大牧師 跟我們光復的代表 所遞著陳寗書 跟對蔡富家所說 他們是積極的要求 能夠跟業者有溝通 跟聽業者說明的管道 業者不要對地方的心聲 到目前為止 毫無溝通的空間 或是沒有再進行溝通 法院縣政府也認為 應該業者有這個責任 要跟地方民眾做好溝通 因此我們現在積極要做的事 馬上進行業者 與地方的溝通跟說明 我們在講明的地方 我們來自行的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看